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鳴谷屋位於愛知縣的西部 市區人口大概230萬人 面積比台北市大一點點 前往北路、伊士神宮等等的旅遊景點都不會到很遠 鳴谷屋市大部分的景點都聚集在市區 交通很方便,一日有就可以cover到很多景點 把這裡當成五天四夜自由行的起點或終點應該很不錯 本集影片Bobbo就帶大家來一場驚實的鳴谷屋以日游 假設我們到鳴谷屋站的時間是早上9點 我們就先去用個經典的鳴谷屋市早餐 從車站走個15分鐘左右我們來到吃茶名店Bucho Coffee 外觀看起來真的不太像吃茶店 但走進店裡會發現還蠻有氣氛的 點一杯自家烘焙的咖啡 配上鳴谷屋的小餐紅豆厚片吐司 方的圓的都有 紅豆上又有點奶油 吃起來甜甜的而且很有飽足感 鳴谷屋的第一餐就讓我們HP全滿 如果吃了太飽想消的話可以選擇走路半小時 不想走的人可以走路加搭車約15分鐘 我們來到鳴谷屋的大景點 鳴谷屋城 這裡是1615年由德川家康下令建築的城堡 號稱日本歷史上最大建築面積的天守 可惜天守殼於1945年空襲中炸毀 雖然於1958年由鋼筋混泥土重建過 但經過了60年因設備老化而不再對外開放 2018年重建而成的本丸玉墊 也就是違章藩主的宅邸 是有開放給一般民眾入場觀看的 這裡總面積3100坪 總共有13棟建築物以及30個房間 每一間房間都忠實的還原燒毀前的模樣 看起來十分的金碧輝煌 感覺置身於江戶時代有錢人家裡 現在時間接近中午 我們來覓食吧 鳴谷屋城附近的京夏寫恒丁 聚集了鳴谷屋的當地美食 我們來到的區域是城東門的義職種 雙餐就是鳴谷屋的魏增炸豬排的代表店 食廠炸豬排吧 聽說魏增炸豬排是初代店主喝醉的時候 吃到魏增炸肉串為靈感而研發出來的 魏增炸豬排的靈魂魏增醬使用一年半熟成 可以把炸豬排的油膩覆蓋過去 非常的好吃下飯 吃完中餐我們用散步的方式走到 酒屋大通公園 陸上會經過名古屋市議所 還有愛知縣廳 這場都有歷史意義的建築 皆為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酒屋大通公園 可以說是都市的綠洲 是二戰之後所建立的公園 長約1.4公里 寬約78公尺 這個公園不只有綠地跟自然 也利用寬廣的空間 引進了商場跟餐廳 以及很適合打卡的藝術品 我們下一個景點就是有將近70年歷史的 中部電力Mirai Tower 就成名古屋電視塔 來到約90公尺高的展望台 雖然這裡比較起其他地方的展望台 算是低了一點 但由於周邊沒有什麼高的落下遮蔽視線 可以看到整個名古屋市的景色 也可以遠眺剛剛拜訪的名古屋城 聽說這裡的夜景更精彩 找機會來看看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3點 走到榮站 搭乘電車 大概25分鐘來到熱田神宮 這裡相傳是日本的三個神器 草替神劍所在地 也因為其地位 据若讓使神社的重要性 僅次於伊士神宮 這裡將近2000年來 都是熱門的參拜地點 新年拜年的人數可以高達200萬人 境內包含本宮總共有45個神社 大家可以好好散步探索 如果肚子餓的話 這裡也有休息區可以吃個東西 離開熱田神宮大概下午5點 我們前往今天的最後一個行程 大須商店街 這裡是以大須觀音等等廟宇的餐道為中心 而繁榮的一個區域 已經有400年的歷史 從江戶時代到今日都充滿了活力 這裡有頂商店街總長1700公尺 總共有1200間店鋪、餐廳、電器行、服飾店、營應俱全 包裹還發現一間台灣人開的小吃店 叫做立場的台灣民屋屋台 說實在話真的很台很好吃 讓我想為了這家店再來民屋屋幾次 我們在商店街逛到7點半左右來吃個晚餐吧 我們來試試看民屋最有名的披薩店 Pizzeria Blancheria Cezari 經營者木島招臣先生 得過很多世界級的披薩比賽冠軍 這家店的窯爐請到拿玻璃的職人來製作 烤出來的披薩很實在 帶有很棒的焦香味 讓人欲罷不能 除披薩以外 這家店的開胃菜、餐前麵包、義大利麵、火腿等等都很棒 找多一點的一起吃 可以點超多料理、享受晚餐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就在晚餐中結束哦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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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